女生被人绑在椅子上 一旁还用相机拍摄着 只见她双眼迷离 不一会儿便呼吸急促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眼前的房间里突然探出个头 紧接着一群人走了出来 他们头戴丝袜 赤裸着上半身 就这么肆无忌惮地打闹起来 其中一人来到女生身后 不顾女生苦苦地哀求 直接用袜子堵住她的嘴 而眼前手持相机的男生 是女生认识才不到一天的网友 正是她策划了这期绑架 他们意图拍摄不雅视频 拿去网上售卖 以求获得暴力 只见男生俯下身子 露出变态的笑容 卧室里的灯应声熄灭 留在黑暗中的 只剩下女生的乌业 女孩名叫小美 在这个如花似玉的年纪里 她和其他女生一样 会早早起床打扮自己 课间时也会拿起小镜子 深色地往脸上化妆 直到这天 她认识了隔壁高三的小帅 她阳光帅气 很快俘获了小美的方心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小美打电话给妈妈 借口闺蜜一个人在家害怕 转头却跟男生一起回家 眼看时间到点了 小美想要回去了 由于喝了一些酒 小帅便递给她一瓶饮料 声称是解酒药 等到再次醒来 小美已经被绑到椅子上了 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回到家的小美十分害怕 央求着母亲搬到首尔 可她奇怪地举动 引来了母亲的猜忌 面对询问 小美却不敢如实相告 本以为避开小帅 她就会放过自己了 没想到一次放学回家 还是被小帅找到了踪迹 对方甚至连自己家庭情况 都摸索得一清二楚 随后再次掏出那种饮料 威胁小美如果不肯乖乖就烦 她就把视频发到学校网址去 小美再一次选择屈服 借过饮料后一饮而尽 随后便惨遭毒手 可是小帅并没有遵守承默 反而视频还是流传了出去 等到警察找上门来 小美的母亲才知道 女儿受了多大的屈辱 等到他们从警局出来 报社记者已经为得水泄不通 他们狠狠地将小美的伤疤揭开 却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警察开车将他们带离了现场 小美却在此时晕了过去 巨大的打击之下 她的精神还是崩溃了 一家人而后搬到首尔 小美换了的造型 换了个身份 本以为这些痛苦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会逐渐被遗忘 可是就在几年后 变成了大美的小美 成为了一所高中学校的老师 原本平淡的生活 却不曾想再一次被人盯上了 这个女孩跪在男生面前 尽管潸然泪下 还在不断地求饶 男生却一脸淡漠 随后露出计笑 只见四下无人的街道 瞬间涌出一群学生 他们掏出一瓶饮料 充分摇晃过后 递到女孩面前 女孩当然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东西 还在苦苦哀求 希望他们能够放过自己 只见男生蹲下身子 没错 女孩被拍摄了不雅视频 为了是心灵人 她只得乖乖就烦 女孩喝下手里的饮料 随后便惨遭毒手 男生名叫小帅 是本次行动的策划者 专门拍摄女学生的不雅视频 发布到网上谋取私立 为了摆脱她的影响 女孩换了造型搬了家 在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几年过后 她成为了一所高中学校的老师 因为长相美丽 被同学同事亲切地成为大美 如今已经有了恩爱的丈夫 同学们给她送来了真挚的祝福 回到办公室后 看到桌上同学们准备的礼物 大没想都没想 端起咖啡就喝了下去 等到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 学生们都来上课了 她丝毫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只是觉得浑身酸疼 就在这时她发现了手臂的勒痕 洗手间里 大美还在回忆昨晚的事情 手机却在这时接到一条信息 发来的却全是偷拍大美的照片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段视频 只见一群人头戴面具 肆意地翻找她的包包 从里面掏出大美和丈夫的合照 并且将身份证展示在视频面前 随后发来短信威胁 要大美对他们言听计从 大美明白 一旦视频流出 里面的身份信息会迅速被媒体捕捉 然后画成一张巨网浆塔 堵得无处遁形 她怀疑是小帅再度找到了她 于是来到一间网吧 找到这里的老板 这个大叔曾是以前帮助过她的警察 大美委托她帮忙调查小帅的事 自己这暗兵不动回到学校 却从楼梯间的窗户 发现自己的班长跟个女学生在吵架 等到了上课的时候 大美的手机响起 随后全班同学被拉进了一个群 一个自称大师的人 要在里面进行所谓的爆料 大美声嘶力竭地制止 却仍无济于事 就在她陷入绝望的时候 同学的目光却纷纷转向一旁 群里爆出了不雅的照片 却是班里的一个女同学小雅 为了弄清事情真相 大美找到了小雅 询问事情的始末 原来她一直暗恋着班长 有一天跟班长回了家 被拿手机拍摄了不雅照片 原以为是情侣之间的小情趣 不料小雅却在班长的电脑里 发现了很多女孩子的不雅视频 等到小雅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 大美感到十分的错愕 因为小雅的经历 竞跟高中时期的自己如出一辙 眼下自己仍被威胁 小帅行踪不明 大美决定跟踪班长 看看她幕后的黑手 究竟是不是小帅 他们来到一家KTV 班长走进了一间包厢 里面形形色色地坐着一群人 不过并没有看到小帅的身影 等到大美想再次确认 只见一个男人趴在门上盯着她 大美被发现了 就在她仓皇逃跑的时候 却被人拉进了角落 原来是大叔害怕大美出事 一直默默在保护着她 原以为大叔是个正直善良的人 却不曾想在这个时候 大叔告诉了她一个惊天秘密 女孩喝下一瓶饮料 随后视线开始模糊 对面的一群男人 却是满脸坏笑 等到女孩再次醒来 自己已然衣冠不整 倒在一旁的公园里 显然已经遭受了魔爪 本以为自己能死守秘密 不料警察却拿着照片 主动找上了她的母亲 为了破案 大叔向她担保 这件事会不公开审理 谁料母女二人刚从警局出来 记者已经在门口围得水泄不通 原来大叔为了利益 早就将消息卖给了媒体 他们如同饥饿的狼群 不断询问着大美案发经过 在多重刺激下 大美晕倒了 而当大叔把这件事 告诉成年后的大美 在听完这一切后 他把刚包扎好的纱布 丢在了大叔面前 施暴者只需一句原谅 便可解开心结 但是受害者受到的伤害 哪怕完全愈合 却也会结痂 就在大美回家的时候 手机上却收到一个视频 原来不止她一个受害者 她带领班级的学生小雅 眼下被抓了起来 并且给她发了一个地址 要想救小雅 就得到这里来 原本犹豫不决的大美 此刻回想起跟小雅的谈话 她曾一直鼓励自己 要勇敢面对过去 正是自己 她的目光逐渐变得坚硬 也注意到了桌上的刀片 大美第一时间给大叔发去消息 随后置身一人来到工厂 废弃的大楼里 安静得十分诡异 来到约定地点 并没有看见小雅的身影 反而是看到桌上 一瓶熟悉的饮料 正是当年小美喝过的那个 为了救小雅 她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 等到再次醒来 一群面具人在她面前喧嚣 大美一眼就认出了 人群里的班长 随后更是焦急地 寻找着小雅的身影 伴随着小雅的呼救声 她出现在了大美面前 原来这一切都是小雅的计划 班长因为爱慕她被抓到把柄 而他们也都不是幕后真相 只是一群为了 迎头小丽聚在一起的人 他们掏出手机开启了直播 关键时刻大叔赶到了现场 他犹如一道光一般出现 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被制服 好在大叔并不傻 来的路上就已经报了警 眼下这群人哪还有了嚣张的模样 纷纷四散逃脱 大美则是利用了藏在手里刀片 割开了手上的绳子 追上了想要逃跑的小雅 通过小雅的手机 他们得到了背后始作俑者 那个自称大师的号码 警察们立刻通过技术定位 大美也提出要参与行动 她想知道 是谁一直在羞辱她 等到了目的地 大美和大叔发现门并没有关 他们小心地潜入房间 不料房间里却有个小孩 就在大美着急忙慌地解释 自己并不是坏人的时候 大叔却注意到不对劲 男孩止不住地往后退 而且房间里的电脑 竟是不良画面 大叔拨打了大师的号码 随后手机竟在男孩手上 响了起来 男孩止不住地在哭 只是并不是因为做错事后悔 而是出于被发现的恐惧 大美不敢置信地 望着眼前的男孩 这段时间来所发生的一切 竟然是受一个男孩操控着 因为未成年的关系 男孩并不会被定行 而此时的大叔 也说出了一句治理名言 面对经历过的这一切 他已经能够坦然面对这一结果 也庆幸这是一个男孩的恶作剧 电影《记得我》 讲述了另类校园霸凌的故事 这种情况虽然少之又少 但是校园霸凌仍是当今 还未解决的一个问题 电影的最后 大叔送给了大美一个礼物 那是十多年前她的眼睛 也是希望大美能够重新开始 不要逃避 勇敢正视自我 本期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